我們用康軒的動畫 回顧複習我們學過的牛頓運動定律 牛頓三大運動定律 牛頓第二次動定律 以學棒擊球 可能扁球的運動方向還快慢 輝車的力量越大 車子速度的進化越快 物體所受外力的核力如果不為0 則避免核力的方向產生一個加速度 使加速度的大小和外力的核力成正比 和物體的質量成反比 如果以F代表物體所受外力的核力 M代表物體的質量 A代表物體的加速度 則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可以用下面的式子來解釋 在工具單位中 力的單位為牛頓 質量一公斤的物體 獲得加速度每秒平方一公尺時 所受的核力為一牛頓一天 如果物體在運動過程中 只受低手引力、重力的作用 而不受其他作用力的影響 這種運動成為最牛肉體運動 此時的加速度成為重力加速度 只要一公斤的物體 在重力加速度 G等於每秒平方9.8公尺的平方 所受到的重力有多大呢? 由F等於MA可推得 中擺個擺動 中擺個擺動 有樂場中的旋轉木馬 人看衛星到地球的運動等 這些運動都沿著一圓形軌道運動 稱為圓中運動 圓中運動是一種抓速度運動 是什麼的地端? 僅是一個小球 手持是什麼的另一端? 使小球要手持的地端 快速旋轉 由於小球受到繩子的拉定作用 使小球的速度方向隨時都會改變 此時 手握小球的拉定方向 恰好指向圓心 稱為向心力 如果將繩子收拖 會發現小球 沿當時的運動方向飛出 下雨時快速旋轉 潮濕的雨傘 可以看到閃滅上路 會沿當時的運動方向飛出 在車輪高速旋轉時 附著在輪胎上的泥漿 會沿當時的運動方向 轉移車輪 由牛頓第二運動定律可知 站向心力的方向有向心加速度 會使做圓周運動的物體 產生頻度變化 使該物體運動方向不斷改變 而能繞著圓心做圓周運動 有問題嗎? 沒有 請寫課堂練習